紅爐企業公司 最主要是以真功成型模具為主要產品 那早期公司都是以國內類企業公司 內銷為主要目標 但是現在因為我們的品質過高 在外銷的比例已經達到80% 但是我的建議理念就是說 我希望做一個不一樣傳統的模具廠 所以說我是想讓我們公司 引進一些比較科技化 包含資訊流的這個部分 讓我們公司的整個的因應狀況往上提升 在這邊我首先要感謝 新北市政府進化局給我們這個機會 透過古島當中 整個可以翻轉中小企業的經營體質 可以達到世界競爭的一個條件 我們公司其實在我們整個的 世衛排程的部分 還有我們的MVS的部分 未來我們打算做到KM 還有遠端報價的這個部分 大大的提升我們公司 在整個世界上的一個競爭力 蘆桑實業主要是生產車用把手為主 提供全球大概100多個國家的 所有維修市場 那目前累積的品項大概有兩三萬種 從2004年營收大概兩千萬 到目前已經超過十二億 那令您這麼大的訂單跟生產的資訊 我們要做快速的反應跟決策 達到一個智慧升級的一個境界 湖山認為數位轉型是未來成功的關鍵 數位轉型可以讓湖山內部公通更有效率 提升客戶的掌握度 讓湖山實業可以以夥伴的角度 為客戶提供更完善的服務 為湖山注入新的動能 感謝市府協助為企業提供相關數位轉型計畫 導入數位系統軟體工具 透過整合及應用大數據 智慧化控管倉儲狀況 改善營運效率及成本 優化產品製程 以發展新的商業模式 使企業更具有競爭力 我們在三十多年前 就引進了第一台的富康巴士 發現接送生障者 就醫或是就學的這樣的需求 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公司一開始的創立理念 就是同理心、決心跟快樂的心 在這樣的傳統的製造業裡面 希望透過這樣的數位轉型的學習 能夠進一步的了解客戶的需求 非常感謝新北市 有這樣的數位轉型的計畫 讓我們的客戶能夠透過 網路上AR、VR的方式 能夠去了解到車子的操作及使用 我們三十公食品企業股份公司 成立了將近三十年了 那我們主要是從事下高餅 以及伴手禮的製造 希望把品質最好的商品 以及口味最好的商品 帶給消費者 我們以往都是透過人力 以及經驗去做所謂的排程 以及銷售預測 因應整個大環境的改變 其實以前的人力以及經驗 都會有著未知數的變化 那我們是希望透過這次的AI智慧生產 或者是AI銷售預測 來讓我們推變成預設性的身材以及銷售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計畫 來協助輔導我們 增強我們的競爭力 新北市在這四個方向裡面 我最期待就是我們 在世衛轉型的時候 大代小的方式能夠成功 成功以後 讓新北市能夠耕流新北 帶領我們新北市 世衛轉型能夠順利成功圓滿 再度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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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